预产七前三天还在摸牌 两段感情都与麻将有关 王妃的毒瘾到底有多严重 张国荣就曾爆料 可以说王妃唱歌不好 但一定不能说她打麻将不行 能让一个歌唱天后说出这话 可见麻将在她心中比唱歌还重要 而王妃的毒瘾有多大 已经到了 即便是生孩子也要非完不可的地步 有媒体曾报道称 王妃在预产七前三天手痒难耐 竟然直接约了一众麻友 就打起了麻将 当时也是震惊了不少人 毕竟临近预产期 孩子随时可能出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要摸到牌才能罢休 足以见得王妃的瘾有多严重 毕竟这可是要命的事情 刘家玲就曾吐槽过 王妃是典型的人 菜饮还大 曾为了能赢一把 花费几千万的天价买下一枚钻戒 单单是开光费 就花了她二十万 但这并没有让她觉得吃亏 在牌桌上特意美美地戴上 张国荣当时看到了都吓得不轻 不少网友认为 孩子都不顾实在太没责任心 也不知道谢霆锋到底爱她哪里 但要知道王妃一生中的几段感情 几乎处处都离不开麻将 王妃与第一任丈夫 窦维就是因麻将分开 窦维甚至在离婚后 就曾在采访中直言 与王妃的婚姻就是场阴谋 跟她打电话 她不是在唱歌就是在打麻将 要知道窦维与王妃相识时 窦维是有女朋友的 但是王妃对她一见钟情 发誓要将她追到手 可两人结婚后分居两地 王妃又有这么大的麻将影 这就导致窦维的心 很快就被摄影师高原俘获 王妃最终撞见两人不堪的一幕 才下决心离婚 而此后 王妃还是没有放弃打麻将 03年时 意外在一场聚会上 与李亚鹏相识 据本人采访中回忆 当时两人就是打麻将认识的 李亚鹏第一次见到王妃后 就对她非常有好感 很快 她就要到王妃的联系方式 但套近乎并没能打动王妃 直到有一天 王妃的牌局上少了一个 李亚鹏听到消息 立马就赶了过来 陪着王妃通宵达旦地打麻将 这才逐渐俘获了天后的芳心 此后 两人结婚生下了年 可以说王妃一生中 只有麻将和唱歌 一直陪伴着她 不少网友觉得 王妃这么痴迷麻将 实在有些玩物丧志 不知道 谢霆锋会不会因此而嫌弃她 但实际上 最初 王妃爱上打麻将 就是因为 与谢霆锋分手 才想要用麻将来麻痹自己 没想到 最后 却一发不可收拾 你怎么看的 欢迎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